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热点快报 我是美玲 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河北保定市COVID-19疫情大爆发 近日许多保定市民在微博上描述发烧症状和担忧 使保定疫情话题冲上热搜 但是官方通报新增却仅为个位数 网传 河北保定全程发烧 医院不收病人 市民靠自己抢药 有市民怒说 这国家也太坑老百姓了 12月9日在野说发布视频表示 动态清零彻底破产 河北保定全程发烧 却无新增病例 感染蛮暴飞特例 中国防疫松绑 民众抢药 囤口罩 三年回到起点 保定人都羊怕了 睡觉都戴口罩 莲花清温 销售火爆 价格暴涨 视频中有不少发烧市民都谈到了烧得很难受 有一发烧男子无奈地说 喝了十壶水了 怎么弄啊 烧死我了 有一名女子谈发烧感觉说 这浑身哪哪都疼 有名发烧严重的市民质问 这打疫苗跟不打疫苗有区别吗 我怎么感觉没区别呢 有两个孩子正躺在床上 有男子说 孩子在家里睡觉都戴着口罩 保定人都在封抢莲花清温胶囊 价格已暴涨到38元一盒 很多家庭都在桌子上摆放着多种药品 有男子手里拿着一个抗原检测试剂盒 感叹道 现在啊 是真TM坑老百姓啊 不做核酸了 做这玩意 做这玩意还动不动涨价 10块20块的往上涨 这国家也太坑老百姓了 有名女子说 抢过盐 抢过蒜 抢完大米 抢白面 抢酒精 抢口罩 抢完蔬菜 抢调料 现在又抢药 就差没抢银行了 忙活三年 最后说是感冒 打了三针 说是假药 割罗三年嗓子 整半天是张姗姗的圈套 保定疫情期间 医院不准病人进院看病 在一家医院里 一名女子说 疫情期间 医生都不让进来 看看各屋都是空空的 但不少小诊所都有人在排队 甚至都挤满了患者 视频中可见大量居民仍在排长队做核酸检测 次费每人次16元 出结果时间不定 尽管中国疫情政策松绑已有几天了 但是保定火车站后车大厅不见人影 空空荡荡 拍视频男子感叹道 昔日繁华的火车站 昔日喧嚣的鼓楼大街也是冷冷清清 一片萧条 一处大型商场也是难见顾客 一次一家商场老板叹气道 没有人呀 老板们都在上火呀 对此有网友说 后疫情时代依旧是抗疫商品大发力士 莲花轻温赢了又赢 钟南山功不可没 堪称最强代言人 只有中国医院不让病人看病 有一次知情网友说 保定全程在发烧 除了暖气不热哪都热 人均38.6度 我就在保定 据美国之音10号报道 中国河北省保定市本周登上了微博热搜榜 保定疫情话题标签吸引了上亿的流量 12月7日 中国官方优化防疫新十条实施以后 人们担心新增病例会急速上升 这种担忧正在900多万人口的保定现现 保定市卫健委从11月底以来一直报告零新增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也低至个位数 12月3日 新浪微博突然涌现大批 保定疫情话题标签的帖子 许多保定市民描述他们的新冠症状和担忧 近12月4日的一天 该标签帖子就吸引了5400多万浏览量 但当天保定卫健委报告该事零新增 报道指出 建议保定官方通报的零病例 与众多保定市民微博上的描述出现巨大脱节 官方通报数据显得很不现实 这种脱节也折射出中共目前在控制疫情和追踪疫情方面出现的混乱 美国之音整理的多个微博用户评论说 都知道是假的 没必要掩耳盗铃了吧 保定80%的人都养了吧 就这样还要开学呢? 现在是完全不管了吗? 养了也不需要上报? 保定疫情现在很严重吗? 我的保定朋友今天在调侃 保定是个有温度的城市 人均38度 有点魔鬼了 据TVBS选新闻9日报道 从大陆放宽防疫政策以后 各家医院的发热门诊从早到晚都是大排长龙 但是因为发热病患太多 北京朝阳区发热门诊外面 还是有不少人抵着5度以下的低温在户外排队 北京发热患者剧增 北京多家医院24小时看诊 这几天 北京多个大型医院涌现大量发热病患 还能看到不少虚弱的患者坐在地上休息 有网友说 并不等于他们都是新冠确诊者 有可能是封控期间没办法看医生所累计的病患 有北京市民表示 现在买的主要是普通的感冒药 还有一些是清热 清肺 止咳的 但是这些药品 药店已经快售庆 好多药店可能只剩一种药或是没有了 12月9日 小静残许网友发推说 中国新冠首个爆发的城市 目前看起来很可能会是北京 有内容显示 有卫生委负责建模的员工跟领导说 未来两周有150万阳性 领导沉重地点点头 问 你说的是北京还是全国 员工说 我说的是朝阳区 另一视频显示 北京朝阳区实理铺整个社区工作人员全洋了 视频中 在实理铺北里8号楼群组里 一四一名社区的工作人员说 现在社区20个人全洋了 咱们小区好几百户也都洋了 包括保洁 保安 现在全洋了 现在整个北京都是这个状况 现在咱们有洋转阴的居民 医护人员上门做核酸 现在都拖了两三天 医护人员也都洋了 该社区的工作人员边咳嗽边说 大家紧急情况就医 直接就去医院 我们能做的 目前也就这些 对此不少网友抱怨道 之前过度宣传 造成今天的恐慌 说实话 共产党错过了最佳的共存季节 应该夏天来开放 有些地方 冬天真的太冷 抵抗力低很多 搞了三年 还是和三年前一毛一样 前期恶意宣传 后期自食恶果 其实大部分人根本没必要去医院 都是前期缺少正向宣传 一直在夸大病毒危害 一直在说得病了就会死 会有严重的后遗症 三年了 被灌输那么多垃圾信息 吓破胆了 中共之前因应武汉肺炎疫情采取极端风控政策 引发白日制运动在中国掀起 对此当局采取进一步的网络升级审查 许多以防疫手法争议 聚集抗疫等敏感画面 文字通通遭到删除 在这期间 长期关注中国动态的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成为这次抗疫事件中最受瞩目人物之一 因为他让中国各地的实况得以翻出墙外 在中国以外的世界急需传播 我似乎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阳光了 白纸运动爆发一周以后 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简称李老师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表示 他是90后屡居意大利的画家 之所以使用推特账号传播中国敏感内容 是希望能让中国人看到中国的真实情况 近年来 中共当局对国内艺人士的镇压持续升级 而且形态已经扩大到国外平台 李老师表示 他每天可以收到数千份有关抗疫相关的消息 每秒多达几十份 而他的追随者也在短短两周时间内翻了两倍 达到80多万人 包括记者 观察员 以及活动家都密切关注他的动态 以至他转推敏感消息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得到传播 我根本没有时间做出反应 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记录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没想到影响超乎了我的想象 这么短的时间内 我的Feed反馈留言会获得数十亿次的点击 李老师说 随着李老师接收中国各地民众发来的相关消息 再由他重新发布上网 避免发送者被中共的官方追查 也因此他的举动引起了中共官方注意 据李老师描述 这次白纸运动中 各地的资讯能够得以成功转发 互相呼应 让中共官方如坐针毡 高度紧张 之后 他在国内的父母被公安上门警告 要求他立即停止行动 我现在不能回头 不要为我担心 李老师告诉父母 他不认为他做错了什么 他还表示 像许多抗议者一样 他也不得不面对 转播白纸运动相关信息所带来的后果 他可能面临无法再次回到中国 但是 当我看到人们走上街头时 我知道我也必须牺牲一些东西 其实我再也见不到父母 我不认为我是英雄 那些走上街头的人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此后 他即使受到很多匿名骚扰 恐吓他 你住在哪里 我会杀了你 他仍旧坚持花费很长时间 整理民众冒险出来的信息 他还特意公开声明 这个账户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我不会关闭它 如果我发生意外 也会有其他人接受 好的 以上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 分享和点赞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